SBL超级篮球联赛 由台湾银行交手最近苦吞二连败的九泰科技 台银开赛来势汹汹 除了外线多点开花 更展现强功本色 上演back to back 标分秀 加上爱尔文单节标进11分 外带6篮板 全队两分球命中率高达6成67 首节打完台银就以37比16的双位数分差 暂时领先 第二节台银延续活躺手感 台银魔兽谢宗容也建功 在被对手包夹的情况下 硬是把球摆进篮筐 爱尔文在独秒阶段 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直杀禁区拉杆上篮 半场打完台银三人得分上双 爱尔文个人就标进17分 外带8助攻 台银把领先分差拉开到35分 下半场双方一篮再战 台银外线再开火 陈玉瑞一进湖顶三分命中 喇叭随后更是眼明手快 超杰猛攻进去妙传找到谢宗容 上演双手爆扣 面对台银能里能外的身手 让韭太防不胜防 52比89暂时落后 来到决胜节 37分落后的韭太 势必得找到进攻出口 林汉生连标两记外线力图振作 不过台银也不是省油的灯 除了加强防守强度积极包夹对手 艾尔文一记长距离地板妙传 找到陈玉瑞 最终艾尔文单场角出23分 9篮板11助攻 台银魔兽谢宗容 也砍尽21分外带14篮板的双十成绩 全队5人得分上双 台银中场就以112比74 轻取九胎 外团新闻正好报道